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上硅谷的前端讲师张天宇 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全新的Viu3课程 本套课程呢应各位小伙伴的要求 我们弄了一套快速上手 旨在用短平快的讲解模式 让大家迅速的上手Viu3 那咱们这次课程呢 有着如下的这些特点 首先就是编码很规范 那大家都知道 在Viu3当中啊 编码的语言 我们可以是GS 也可以是TS 但实际工作中呢 Viu3往往搭配着TS一起使用 再有就是代码的风格 Viu3中呢 我们可以写最新的组合式API 当然了 也可以写那些传统的选项式API 但是官方明确的表示了 推荐我们去编写组合式的API 同时呢 Viu3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简写形式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啊 就是setup语法堂 所以本课程最终所采用的是 TS加组合式API 加setup语法堂的这种讲解方式 再有一个点呢 要和大家强调一下啊 就是虽说Viu3呢 它是向下兼容 大部分这个Viu2语法的 但是在本课程当中 只要有Viu3的新语法 那咱们就坚决不采用Viu2的旧语法 因为旧的语法呢 如果在Viu3里边写多了 课程就会变得特别的臃肿 甚至会造成视频中有40%的内容 都是在讲Viu2里的东西 那其实这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呢 还特别容易让初学者混淆语法 就你写了半天 你最后都不知道 这是2的写法 还是3的写法 所以简单说呢 就一句话 公司怎么用 咱就怎么讲 官方推荐啥 咱们就用啥 同时呢 本次课程的内容也比较丰富 首先呢 我们会讲解一些核心的语法 比如说REFR Reactive Computed Watch Valch生命周期等等 对于这些核心的内容啊 咱们的讲解还是比较细致的 你比如说 Reactive 有什么局限性 Valch在实际开发中 面临的5种情况 我们都会一一讲解 核心的这些语法 讲解完之后呢 我们去讲这些开发中 特别常用的部分 你像Hox 自定义REF 路由Pineer Meet 这些也会讲 同时呢 我们还把面试中的一些高频问点 你像组件通信 响应式相关的API 等等这些 也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梳理 再有就是 咱们这次课程的设计呢 还是比较贴心的 考虑到呢 有些同学的TS可能比较弱 所以咱们把TS中的核心内容 整理成了一份笔记 让大家参考着笔记 就可以迅速的掌握TS中的核心内容 同时 我们的笔记 也保持之前一贯的风格 很详细 也就是说笔记里的内容 能够精准的对应到代码上 这次呢 咱们这个案例设计啊 也是比较清晰的 例如 这是我们在讲解组件通信时的一个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一眼就能分辨出组件的层级 那和以往不同的是呢 本次课程是通过直播的形式 录制出来的 之所以采用直播的形式呢 是想及时的关注到大家的疑问 比如在直播的时候 我讲了某一种写法 那有同学可能就想到 哎老师 那我换一种写法行不行呢 如果要是不行的话 那原因是什么呢 像这种疑问 咱们就会单独录一小节 去给大家解答 可能别人问的问题 也正好是你想关心的这个问题 简单说呢 就是让大家也参与到了 这个课程的录制当中 哎 那么最重要的来了啊 各位 这套教程呢 是一套持续更新的教程 如果说Viu3以后 迭代了哪些新的内容 或者说 大家就特别关注Viu3里的 某一个技术点 那我都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跟进 那最后呢 统一的回答一下 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到底学习Viu2 还是Viu3 这个呢 其实得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如果你的时间充足 想系统的掌握Viu技术站 想遇到各种项目的时候呢 你都不慌 那么Viu2和Viu3就都得学 而且呢 推荐大家先学习2 再学习3 因为毕竟呢 就目前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而言啊 还有相当一部分Viu2的项目 需要去维护 那学习Viu2的话呢 我们之前录制的这套视频 完全可以放心看 因为毕竟Viu2呢 几乎已经不更新了 还是当年的那些知识 而且你看完了这个2之后呢 也会让你看3 变得非常轻松 那如果说要学习Viu3的同学呢 那你就直接看现在这套视频吧 因为现在这套视频呢 和之前发布的相比呢 还是多了很多东西的 那咱们接着说 如果说时间不充足的同学呢 比如说老师 我是工作中急着用啊 我想迅速上手 那就是工作用哪个版本 你就学哪个版本 就OK了 然后最后呢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么一个信号 就是目前的生态系统 都开始逐渐的向Viu3倾斜了 很多主流的库呢 和插件都在向Viu3做迁移 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库 已经完成了这个迁移 所以呢 会有那么一天的 我们就不学习二了 我们直接学习Viu3 好了各位 那我们的这个课程介绍呢 就到这 可是叫大家来聊天看 你们看到了